BANBO 戰鬥羊 大家好,又是我們劉博鐵 BANBO 戰鬥羊 它真的是BANBO 嗎? 當然不是 大家留意一下它的效果 對,我最貼 是依形可以退後 在分析我們羊的BANBO 戰鬥羊有什麼問題之前 讓我們一起講一講電單車刷車系統的原理 一般現成的電單車多數都是用油壓式碟盤刷車系統 意思就是說利用油壓令到卡鉗 即是平時我們說的鮑魚上面的BANBO 被夾緊我們的BANBO 碟 然後透過磨擦阻力減慢或者停止輪胎的轉動 令我的車可以煞停 當中提及的鼻子皮和鼻子油 是多數人都會聽過的選號品 而這次包皮藍隔羊的鼻子感狀態到底是什麼問題呢? 正常的鼻子按下去是有點硬度 就像我這邊一樣 但我現在是按到底 但完全沒有反應 但我已經是排除了這個BANBO 被的問題 因為我已經拆過出來原來是很厚的 而且如果是BANBO 被的問題應該都是硬的 如果沒有被的情況下應該會聽到枝枝聲或者磨鐵聲 但我完全沒有這回事 有件合適應該是BANBO 的問題 我就在Youtube 找換鼻子油的教學 按一下我就看到血騎熱的頻道 即是Jeff 因為鼻子油有很多空氣 所以令我軟軟軟 而為什麼我們的鼻子油可以令鼻子變軟軟呢? 原因就是因為鼻子油退化 鼻子油本身具有吸水的特性 我們長期使用和吸水之後 就會出現一個氧化變質的情況 因為在剎車過程當中 我們會有一些金屬的磨擦 所以就會產生高溫 水份在高溫壓力下就會轉化成為氣態 因此就會產生一個鼻子軟軟軟的感覺 留意棍波車的後鼻子都可以有相同情況 突然間鼻子好像踩空氣的 沒有了 順帶一提 我們可以由鼻子油漿觀察到鼻子油的情況 如果是新的鼻子油會呈現透明或者淡黃色的顏色 如果很久沒有換 它有機會在深黃色或者糞色都還沒做 不過安全起見也要記住 顏色不是唯一判斷用不需要換油的標準 你見包皮藍後鼻子油不是太黃 但已經會令它軟軟軟 接著我看到Jeff的教學 就是紮住這個鼻子 6至12個小時 然後把氣泡分散再排出來 以後就會回復鼻子應有的硬度 我們現在馬上測試一下 其實很簡單 準備砸一條 你知不知道 不玩了 接著把氣泡分散 把氣泡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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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這樣 經過我們砸著氣泡分散 今天我們一起來剪載 究竟是否可以 雖然鼻子也是一按按到底 但它明顯是有鼻子的 如果硬推它 都很難推 起碼有少許鼻子 但為了安全的著想 都是趁早換了它 總結來說 這個方法 只是屬於初症或輕症的人士用 去到重症 應該都很難救得回 但它是實證明了 它是有用的 明顯是比昨天駕駛很遠 但還是要換的 因為都太久 大家都看到 那些鼻子都變色了 最後我們提醒大家 換鼻子油的小字式 一般廠商會建議 我們兩至三年 換一次鼻子油 鼻子油和頭盔一樣 都是有DOT等級標準 而不同DOT等級的油 它們最大分別 就是它們的廢點不同 而你自己的車子 鼻子油瓶蓋 已經寫明 你是需要用哪個等級的油 所以你照跟就可以了 剛剛我們也說過 鼻子油會氧化 或者有空氣進去 會影響到它的表現 因此如果我們跟換鼻子油 最重要是確保 我們在跟換的時候 不會有空氣進去油 而當中的方法 可以在漏了舊油出來的時候 保持油瓶有油 或者我們不在底下漏油出來 直接在油瓶口裡 抽走舊油 再吸收新油 關上蓋子後 再漏走管裡 剩下的舊油 要注意的是 煞車系統是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 如果我們換油不當 真的有機會影響 鼻子的性能 如果我們有需要的話 可以去車房找人換 其實人工價錢不太貴 而且很快就搞定 而鼻子皮也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出去找人換吧 好 那我們現在為了安全著想 我就去換給你油 拜拜 我們今次這條片 是由專業級電單車藍牙耳機品牌 SENA 贊助 當中的SENA 3S Plus 藍牙耳機更是新手的入門首選 簡約輕巧的設計令你可以快速享受聽歌 對講等功能 看積勢又不會影響到頭盔外觀 無論是三歲還是八十都可以輕易上手 SENA 3S Plus 藍牙耳機售價1080元 現在在油堂安定電單車購買 還可以免費加入他們的VIP 領取更多的會員優惠 大家快點去看看吧 我們下次見